正宝快乐往下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税罚一的消费税内容 接下来是税率 我们前面已经从概念里都知道了 消费税的税率分为三种不同的计算 从价从量和既从价又从量 那它对应的税率形式呢 就是比例税率定额税率和复合计税 那接下来我们要搞定的问题就是 谁按照哪一种形式来进行计算 首先咱们先来看正中间画面的 这三个烧杯里头的淡黄色液体 那它们是什么呢 啤酒黄酒成品油 这三个呢是定额税率 啤酒黄酒论吨算 成品油论升算 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江欧站 来九二的给二两 咱们说咱们去加油的时候 七八块一升的这样的油 它里头呢有一点多多元一升的消费税 这样的一个从量征收 好这是从量的三样 然后接下来还有两样 卷烟和白酒是既从价又从量 卷烟呢要包括批发环节 包括生产进口伪托加工 那这些它都是既从价又从量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图示来看出来 我们就能知道考试的时候卷烟和白酒 它的计算当然是最为复杂的 也就是计算综合体最爱出的东西 然后啤酒黄酒成品油是坑最多的 因为它是从量征收 与价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题目里呢老给你带跑篇 带到那价上就给你带沟里了 剩下的我们一共15大类消费品嘛 对吧剩下的就是只从价来进行征收了 我们来看一下特殊政策 也就是从高的存在下列情况 要从适用税率中找最高的税率来进行征税 第一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即生产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税消费品的时候 咱应该分别计算 如果没有分别计算 那哪个东西的税率高 我们按哪个来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想想如果一道题目啊 说我又生产白酒又生产 这个其他酒 好 那这个时候其他酒的税率只有10% 而白酒是20% 再加一斤五毛钱 如果我们没有分别核算 那所有的酒都得按白酒找最高税率 好第二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消费品 以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 组成成套的消费品来进行销售 应根据组合产制品的销售额金额 在应税消费品中找最高税率来进行计算 咱还说酒 如果我们现在把应税消费品白酒与非应税消费品 比如说矿泉水 白酒啊 透明无色啊 然后这个矿泉水透明无色 但是一个油味一个没味 咱给它搁到一个套盒里头 我们哎来卖这一整套盒 这样得 产品 那它可就怎么地了 摇身一变 我们那点水也得按20%加一斤五毛钱交税了 这就是应税的加费应税的 那如果我们把应税的消费品和税率不同的一些其他的应税消费品 还说那个配置酒 我们把那个应税的白酒和配置酒 然后搁到一个套盒里头了 那您的配置酒也变成白酒 按20%加一斤五毛钱来交税了 这就是我们从高的这两条找高税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大家一看 哎哟 这是烟的税目税率表 光烟呀就写了这么多呀 然后难道我都要背下来吗 不 咱们现在这两年的考试呢 咱们考场上会给一个副表 这个按钮 咱一点开 这个里头就有我们得这些税率了 所以税率不需要大家背 不过呢 等到你该考试的时候题目做的多了啊 你这个基本上也都记得差不停了 那但是你说不用背 那你说这表搁到这要干嘛呀 搁到这 然后要让大家来关注几个细节 首先卷烟呢 我们在生产进口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是分着档次的 分甲档和一档两类 那甲呢 就是每条的价格大于等于70元 以那每条的价格小于70元 也就是说70元一条以上的这个烟啊 税率是高税率的56% 70块以下一条的这样的是36% 好了 那大家自己这会儿就脑补 身边有没有人吸烟 就马上就问他 这个 小张 你那抽那烟是多少钱一条的呀 现在市面上大家常见的 当然这个是出厂价 不是我们最终老百姓买到手的价 但是呢 也都一百好几 那你看 那他就属于是高一点的啊 56的 56只是从价征 另外还得从量算 从量算的时候呢 一根是0.003元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有时候他不是给根的 根算起来那一下多少万根 咱都一般哎 有时候按条 那一条呢 是200根烟啊 一条是200根 因为一盒是20 然后一条是10盒 好 那还会论香算 一香 一标准香 是250条 这样子 我们就把一根0.003 然后用数学的方法 这我就不给大家算了 这不然真成小学二年级数学课了 是吧 然后就算下来 一条是0.6 一香是150 好 这个既从价 有从量 然后以及 他们之间得这样的换算 咱得知道 然后 就是卷烟的批发环节 批发环节 也是既从价 有从量 那他的从价呢 就不再分 甲荡移荡了 就直接是11% 然后定额税呢 一根0.005 然后推出来 一条是一块 一箱 一箱有250条 那么就是250块了 好吧 这是卷烟 接下来今年新增的电子烟 我们看 在生产进口 环节呢 是36% 没有从量啊 只有36% 没有从量 电子烟论不了根啊 那咱论口 还是论呢 一个烟油盒啊 这个我们就 只有从价啊 然后接下来 批发环节 它也是11% 也是只有从价 没有从量 接下来是雪茄 生产进口 伪多加工 这些环节 因为它只有这个环节 他们不在批发环节 有加征啊 所以它只有 这个最基础的环节 然后是36% 烟丝呢 在最基础的环节中 是30% 他们都是 仅从价 不从量的 这样的一个计算 啊 烟这张表 大家现在 好像有些眉目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出现了 在税率中间 因为它分着甲一档 那56 36中间差20%的税率了 那问题就来了 进口卷烟的时候 我们的税率 哎 56还是36 那个70到底怎么算 它是大于70 还是小于70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难点啊 各位 醒醒啊 千万不要 这会儿不要跑神 我们这个是一个难点 三步走 来算 进口卷烟的 进口消费税 第一步 我们现在先按啊 这个从量的这个 我们都是找的 一条0.6元 然后它是不会变的啊 一条0.6元 加36% 来算 进口价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步 第一次去算的时候 先固定税率为36% 去算一下这个进口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得出来一个数据 A数据 A数据 在进口环节 应该怎么算呢 哎 这个呢 是我们消费税里头 众多公式的 其中一个啊 这第一次给大家展示出来 关税 完税价 加关税 然后再在分子上 加上一坨定额税 这坨定额税呢 是我们一条0.6元 那你看看有多少条 然后来把这坨定额税 加上 这是分子除以 一减36% 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算 我们都按36% 算出来的这个A 是每标准条的价格 注意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换算成 每标准条的价格 因为在真正的题目中呢 他进口不是进口一条 他一进口10万条 啊 8万条 然后呢 进口这8万条 一共多少关税 完税价 然后有多少关税 那这个时候 我们算出来的 这一大堆 其实是这一批的 那如果是这一批的 你得记着 除以那个多少万条 才能得出来 圆每条 对吧 也就是这中间 这里头呢 也得是万元 然后才能这么着 来进行除 也就是 小学数学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逻辑啊 要注意单位的统一 要注意我们算的是 每条的价格 我算这干嘛呀 我算这个A 就是来比一比 70以上 还是70以下 如果这个A 大于等于70 我们接下来 就要用 甲类的税率 56% 来进行计算 如果这个A 小于70 那它就是 以类烟 那我们就要用 36% 来进行计算 好了 那也就是 刚刚70 是在算 每一条到底 大于70 还是小于70 然后来确定 我们一会儿 再算我们的 足价的时候 这底下 到底是56 还是36 这样的一个税率 那现在 我们就开始 第二步的计算 就是要来算 进口的足价了 进口的足价 依然是关税 完税价 加关税 然后再加上分子上的一坨定额税 那这一坨定额税 依然是一条 0.6 我们看有多少条 好了 除以 1减 56还是36啊 那得看 刚刚算出来的 大于等于70 那就是56 小于70 那就是36 然后得到的 这叫足价 你要老师没说完呢 你不是说了吗 我们还得把这一大堆 然后除以多少多少条 然后能算出来一条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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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您就别再去 化蛇天足去除 那个一条多少钱了 因为我们现在 算的是这一大批 这一大批进口的卷烟 接下来要交多少钱消费税 那是这一大批的组成计税价格 拿这个组成计税价格 乘以税率 加上定额税 去来算 他应该交多少钱税的 不是比那个大小用的 不是比一条大于70 还是小于70 那样用的 所以啊 这个地方 你就不用再来 除以多少多少条 然后算出一条多少钱了 好 接下来最后一步呢 就开始用足价 足价是哪个数字 足价是这个B啊 这个B叫做足价 A就是只是算算 大于还是小于70的问题 用这个足价B 乘以我们56% 还是36% 那当然这个数字 依然还是取决于A 再是大于等于70 还是小于70 然后算出来到这儿 这一坨是从价税 还得再加上从量税 既从价又从量 三步完成 好了 啊 这样子呢 就是三个步骤 大家听完了 估计还是不会算 我们得拿个题 来练一练 某进出口公司 从境外进口卷烟 5万条 支付买价340万 那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也就这5万条 一共花了 340万加运费15万 加保费5万 那就是货运保 然后等于关税 完税价360万 这道题啊 等到我们学完关税的时候 他就是没告诉我 关税完税价360万 我们自己也会 货运保 加到一块是360万 假定关税的税率呢 是50% 问应该交多少钱消费税 问题很简单 但是我们计算起来呢 就很复杂 我们要三步走 来进行计算 那第一步 我们关税完税价 加关税 那也就360乘以1.5 也就1加50% 这不就是关税完税价 加关税 然后再加上 我们从量的那一部分 一共是5万一条是0.6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啊 这个360是万元 那这个5万条乘以0.6 也是万元 单位是统一的 我们不需要再来换算单位 然后除以1减多少呀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是在算数据 那只能用36% 好 我们先把36%填上 然后我问一下大家 现在还少些什么吗 我这个赤字写完了吗 没有写完 咱现在算出来的呀 是这5万条一共的 这样的一个进口价 我们一会儿得一起比 一条是不是大于70 那所以还得除以5万 这是万 万对万是可以除的 然后除出来 就是我们进口价 一条多少元 那咱们来算一下 169.69 那这个数字 大家一看 哎呀 肯定是大于70元了 那于是呢 我们就推导出来了 它是甲类的烟 要用的是56这一档税率 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算B足价 那怎么算呀 分子依然是关税 完税价 好 360 加关税 那也就乘以 一加50% 就是提取一个供应室啊 然后再加上 从量的一坨 从量是5万条 一条0.6 然后检验一下 万元万元 俩能一块 加一块 分子搞定 写分母 除以1减多少 除以1减多少 哦 我们这儿已经知道了 它叫甲类烟 那所以 要除以1减 56% 来进行计算 好了 那这个时候 是我的足价 老师 你忘除5了 不用除以5 因为我们现在算的是 我进口的这一大堆 卷烟的一个足价 然后要看看他们要交多少钱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根本不是说要去算它的单价问题 好了 那这就是足价 那这个足价 哎 有多少钱呢 我们把它算出来 好 1234.09 那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足价 第三步 我们来进行算税额 税额呢 是既从价 又从量 从价的那一坨 这个就是我们的足价 就是拿这个足价来进行后续计算 1234.09 乘以 从价的税率是多少呀 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了 它是夹当的 所以要乘以56% 别忘了还有从量那一堆 从量的呢 是5万乘以 一共是5万条 一条0.6 OK 好了 再检查一下 这叫万元 这也叫万元 合计一下 就是我们这道题的答案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道题最后694.09 那这道题 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 如果 我说如果 我们这算出来不是169 是69 那它就小于70 小于70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36 然后我们这个币数据算的呢 那就是1减36%得到一个数字 那最后算税呢 就是拿这个数字乘以36% 再加上从量这一坨 OK 好吧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啊 我说假如说算下来是69点多 假如说 然后我们后续就这样算 两种情况都给大家讲到了 希望大家 这个三步走 是我们消费税里 遇到的第一个难点 咱们已经掌握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啤酒 啤酒这里头 也分着假档和乙档呢 假类啤酒呢 是出厂价 大于等于3000块钱一吨的 乙类啤酒是出厂价 小于3000块钱一吨的 哎 有同学这会儿心里头就给那算了啊 一吨 一吨呢 我们去找找啤酒的密度 能算出来它是多少升 然后这么多升呢 它要灌到那瓶里头 是多少瓶雪花 然后这一瓶雪花呢 然后现在卖多少钱 注意人家是出厂价 我们脑子里头的 其实都是这个零售价 那我们就去想啊 它卖多少钱 然后它就算假类啤酒 这个问题你可以下去以后呢 自己去想一想 算一算 那假档和乙档 它们两个 别忘了啊 是都是论吨算的 都是定额税啊 它们两个的税率呢 分别是250一吨和202一吨 那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 这里还有一行的呀 饮食业商业娱乐业 自制啤酒 也按250一吨来计算的 这个知识点是不是在哪里 见过挺熟的 我们在前面讲 税务税率的时候 税务的时候 是不是就在啤酒的税务里说 饮食业商业娱乐业的啤酒屋 然后销售的自制啤酒 要征收 消费税 他只是说要征收 但是他没说怎么征 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 您只要是饮食业商业娱乐业 自制啤酒卖出去 我就不再去看您是多少钱一吨了 咱统一都按 甲类 250一吨来进行计算 好 这是我们消费税 啤酒里的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常考核的点呢 就是关于包装物压金的问题 单位税额按照出厂价 含包装物压金来进行划分档次 包装物压金不包括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压金 换句话说 啤酒在出厂的时候 3000块钱以上还是3000块钱以下算这个账的时候 我们得考虑包装物压金呀 但是这个包装物压金这个事里头嘛 我们又不再考虑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的压金 那也就是说除了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压金以外的压金 您可都得给他当成价 然后去看看到底是3000块钱以上还是3000块钱以下呀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个例题来给大家过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看怎么用 假啤酒厂为增税一般大税人 2022年6月销售鲜啤酒10吨 给以烟酒批发销售公司 开具的增税征用发票上 著名的不含税价款呢是2万9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啊 10吨卖了2万9 合下来2千9一吨 2千9不够3000啊 那不是250 嗯没完呢啊 逗号后面 另开具收具 收取了包装物压金 括号含塑料周转箱压金500元 各位那您还能用2万9算吗 不能了 因为这里有压金问题呀 压金咱们刚才说了 您在划分档次的时候呀 要把那个压金考虑进去 然后看它够不够3000 所以您不能用2万9算 那用多少算呢 来您告诉我啊 是用2万9加2000算 还是2万9加2000 刨的那个500 也就加1500算 哎哪一种 上当了您嘞 你不管回答我按哪一种 都是错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包装物压金 我们前面在讲增值税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大家普及过啊 包装物压金这个东西啊 它是要按照含税价来理解的 因为包装物压金 我压给你这么多钱 然后回头不退的话 这个钱我也不去找您要了 那就相当于是一个 跟零售跟这个含税的 我们不再有单独的税款的 一个交易了 对不对 那所以它是个含税价 因为不是2000 也不是2000减500 而是2000减500 再除以1.13 才能够记录到总金额里面 好吧 现在我们开始计算 到底这10吨酒 卖了多少钱 来订这个甲乙档 卖了29000 加上我们2000减500 因为塑料周转箱啊 这个东西在啤酒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是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一筐 然后码的整整齐齐的 那玻璃瓶在里头 然后它不容易蹭是吧 那个塑料周转箱 这个是国家相当于是认可的 这样的一个包装物压金 所以这块钱不寄进去 而其他的包装物压金 我怀疑你是为了这个降低你的档次 而无所谓的去瞎想 然后找出来的名头 然后来进行收的这个钱 那就为了堵塞税收漏洞 我都要让你加进去了啊 好了 那现在就加这个1500的不寒税价 然后来进行总金额是这么多 是10吨除以10吨 然后来进行计算 看它是否大于3000 那么经过我们的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是大于3000的 刚刚超了3000 3032 那于是这个就属于假档了 这就属于假档了 那就是10吨乘以250 2500块钱的消费税 继续读题 销售无纯啤酒5吨 给冰商贸公司 开具增税普通发票上 著名的不寒税金额是13800 另外开具收取包装物押金750 上述押金均单独核算 好了那现在呢 这个无纯啤酒到底它值多少钱 13800 这个包装物押金 也是要加进去的 而且它要全加 因为这里没有塑料周转箱的什么事 那所以要加 加多少啊 加750 还是加750的不寒税价 要加750除以1.13 拨完税以后的不寒税价 然后才是一共这么多 无纯啤酒的总价除以5 然后来计算它是否大于3000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算下来呢 是2800 那就小于3000 于是这5吨 那就是一类的 一类呢 是5乘以220 于是这道题要交的税款 就是2500 加上这个5乘以220的金额 我们来看几个选项啊 鲜啤酒是甲类 对着的适用250 对着的应该交消费税 2500对 然后B 鲜啤酒是一类 那不对啊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是甲类 然后C 无纯啤酒 不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吗 不对的 无纯啤酒 啤酒 原菠萝皮 果皮 都比照啤酒 都是啤酒 然后D 无纯啤酒是一类啤酒 用我们算出来了 它小于3000 那所以一类 适用于220的单位税额 然后应纳税呢 是5乘以220 那就1100 好 一 单位税额按出厂价 含包装物押金 划分档次 包装物押金 不包括重复使用的 塑料周转箱 那这道题选什么呀 就俩对了 A和D 大家就可以看啊 这个是个多选题啊 这个多选题 你看我们的计算量还是挺大的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